六河东 哎呦这是林凯没有写多少钱 正式进入江苏省 从这边就下高速了然后要走好长一段这个省道 预估十九元 看来上一层已经被收了果然十九元很准 十九元整 靠右走了 这个营地的路是有点窄啊 小戏窄路 这对边过来的车是没法会车的 进了这个路之后还要走一公里多 这虽然是江浙湖包邮恐怕送不到来这种地方吧 我的天 这也不写个线高多少我们能过去吗 我现在慢慢的 慢慢的 阿廷是过去了 我车应该是跟阿廷车是一样高的 这营地选个再偏僻一点 可以可以 那个那辆车跑了 到了 扬州 风铃湖 风铃湖房车 录音地 这个过来的路我们走错了 这边就是高速路入口啊 没想到 三氧鸡 这肯定是有本地鸡池是不是 笨鸡 哎呦 先挺进去吧 他这边呢 比较小 我这个车呢停到这边在 就基本在土里边了 所以他这个车位比较小算了 就暂时先这样停着吧 我一下来是有一个台子还凑合 勉强强能用 门勉强能打开倒是 好 我们把车停好之后呢 哎 就这样子 他这些门这个营地啊还是在建的 还没有彻底建好啊 所以只能停三台车 刚好 我们就停了三台车在这 然后据说这边还可以钓鱼 还挺他们现在已经在勘查钓鱼的地方了 还好今天没下雨 下雨的话这边地恐怕 车这么重车开进去会陷吧 看看水电 水在这里 电呢 哦电是这种小电箱 里边有个插销 挺好有水有电 有鱼塘 刚才老板说这个塘太浅了 掉不了要掉它去前边那个塘 那个塘是养殖塘 然后我们左手边 这边还有一个塘也可以掉 看来我们要在这休息几天了 车子先停到这边 然后我们要去 取东西 先去厂里去取东西去 上车皮卡 卫航皮卡 4乘4 上车 好 到达卫航 哎呦他还小可爱 有一个小可爱 看到一个胯子 你看这个胯子拉点东西方便吧 这边包裹在侧边斗里一放 进他们这个厂里边看一看 这一堆就是我们的东西了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在仓库里 这不能全放在展厅 我们去看看肉总要改的那个车改成什么样子 他要改成侧开门的还是 家具要所变化 就是这样子 他还要是要把门开到 这个地方 这样他就有纱窗了 不然他现在那个车门 没有纱窗 这个有点 难受 而且这边他可以有灶台伸出来了 这个地方也有个小窗 点锡的 磁锡的 还是挺舒服的 改成这样子 其实B型车就很 很舒服了 进到厂家之后 君哥还在参考 横床的那个 这是一款大同V90吧 车头看着不太一样啊 就是 这是款V90的B型 然后看 君哥要设计什么 外边都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这样子 看人家提前铺好的地板 不错 然后一上来 双的 双人的旋转座椅 可以横过来 地方大好多 哎呦 我们先坐下 然后这个 其实这种气动的这个很舒服 你看一搬这儿 自己伸起来了 一搬 伸 听门 然后下的时候呢 搬起来 下压就可以了 它是气动指甲 你看这个可以 有个小拓展板 迷你拓展板 这还有点用的 噢 这是新款的了 不夹手那款 下边 一二 我那个给我手夹的呀 记得的话 我当时 我到时候就不需要 我们在车间里边发现一条 一个很特别的车 露营车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出去玩的时候的一车 降下来是个床 能勉强 树 能洗澡 水龙头这在外点 里边还装了一些木质的 木室的东西 这个 有点意思 侧边贴的花里胡哨的 它是用了福特的 全顺的底盘 样子蛮好的 我们在这看到一个这样的自行车 带这个后边的这个 装卸工板的 它可以降下来 从我这边降下来 之后这边会有一个平台 然后上边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遮阳帘 在这个位置 这可以拉开 然后这就是个小阳台 其实这个设计也挺有趣的 我们进去从里边看一下 这台车正在走 入口呢 也是那样子的 我们上来之后看一下 它是一个 纵制的床 这是个什么构造 卫生间 卫生间是这种拉的 是把 这样拉开这是卫生间 这里边是马桶 后边呢 我这这是什么设计都有 后边这是床 横置床 这个板子好像还能 对 拼起来 对它可以 是从上面就能看到了 是两块板 所以应该可以伸出去很长 这个卡座 避行车搞了个对座卡座吗 上面还有一张床吗 对对 没错 这是一张床 升降床 然后它这个避行车是对向卡座 奇怪的设计 有没有厕所吗 有啊 这儿呢 看 它有厕所的 隐藏式的厕所 现在我们进入了卫航的这个车厂 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 我们还是来看这台车 卫航造了一台 然后这台是客户定制的 不是他们 本厂出的 国六 哦 那它这个座位会不会搞成气动的 原车 原车就是气动的 哦 六七两它是升降的是吧 是升降的 对 这边一个 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油箱 这油箱加满不得8000块啊 对 加一次跑2000公里 2000公里省事了 时速 AMT的 但它这个最快就满表120嘛 满表120 对 可能在100 对 因为在高速上就这么大的车 不可能跑太快的 对 但是低速扭矩就很恐怖了 对对 哇 这么宽敞 对啊这里边肯定宽敞啊 相比的宽度比是一车是很小的 另外一个什么也知道的 相比的宽是很明显的 厕所刚能做风 该是很明显的 高 高的话有两倍 两倍 这个车呢 我是客户定制的 想法什么呢 该是分离的卫生间 好像一张一米三乘以两米 一米三的床就宽了 宽10公分其实宽火多 怎么感觉好像进了我的车里边 那个构造就差不多这样子的 哈哈哈哈 对吧 我们刚才进去这个车里边看了一下 这台车11月份会在 上海车展出现 就11月份它就造完了 我们11月份的时候也可能在上海 所以到时候在车展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车吧 因为它现在还在造 好现在我们回应地去